接下來是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在關注的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昨天在奈良遇襲不治身亡 美國總拜登也表示哀悼 他造訪了日本駐美國大使館 在留言本上質疑哀悼 總拜登一波人難道 雖然明半身上車 去看過金澤人 審查德文 審查德文 我在看他 愛哥 尤其他人 組織的 上部 我當時 我們和一位 他人 倖部 經歷 為一位 都尊敬 與中共 合法 澳洲 他 优优优独播剧场—— 拜登是以我的朋友来称呼安倍 更是回忆两人过去的情谊 拜登也随即宣布说 在白宫公共建筑还有军事基地 跟驻外使馆都将半期到10号 以纪念安倍晋三 安倍遇袭不幸身亡人 当时在山形县的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也紧急的取消他的行程 搭乘直升机赶回关底 岸田昨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一度哽咽痛批嫌犯说 这是卑劣的野蛮行径 绝对不能原谅 昨天深夜他更在他的IG上头 PO出了这一张照片 当时他跟安倍两个人都非常年轻 还握手这样的照片来哀悼 并且写下长文来哀悼安倍 也让很多网友都说 真的是相当的感人 而同时今天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8号的时候也为安倍来哀悼 跟去世的西班牙安哥拉的前总统桑多斯 两个人共同哀悶一分钟 各国外交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向这两位政治人物至今 默哀一分钟 主持会议的巴西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安理会成员向安倍还有桑多斯的家人 表达深切的哀悼还有慰问 秘书长古特瑞斯则是表示说 对安倍遭到可怕的杀戮 感到相当的悲伤 也会永远铭记安倍是一位 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再来看到的是一彎富豪马斯克 之前不是宣布说他要买下推特吗 但是现在反悔了说不买了 消息一出传出推特的股价下跌了6% 马斯克他原本是计划要以440亿美元 来收购推特 但是认为说推特上头 是存在着大量的假账号 所以他认为对于交易感到相当的疑虑 他表示公司方面没有提供说 他要求的这些数据 因此他决定说不要进行了这笔交易 那么消息一出 当然推特的股价也硬生下滑 而这笔受到高度瞩目的收购案 可以说是一波多折 但现在总算是有个结果了 而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安倍 他遇袭不幸身亡 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他的执政时期 他其实多次表明是要亲美抗中的立场 但是他同样的也是没有搞定 他的国内经济 这也让人联想到拜登 他现在面临国内的通膨是非常严重 还有枪管问题 但是他不断的来援助乌克兰 也大喊抗中拼外交 状况跟安倍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坑枪有力的演讲遭到枪声打断 镜头倒在地上紧接另一声枪响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街头助选发表演讲 遭到枪击震惊全球 嫌疑人山上彻野是前海上自卫官 因为不满安倍而开枪 当场遭到警方压制逮捕 消息一出立刻登上微博话题热搜 有大陆网友预言 接下来可能会说嫌犯是大陆人或华裔 也有人认为安倍重担对大陆不利 因为他即使已经退位 依然经常因为激化对立的抗中言论 暂据新闻版面 安倍任内甚至和川普交好 两人一起抗中 不过他治理下的日本 为了挽救经济衰退 大撒217兆日币 但国内民众根本无感 物价仍然上涨 遭到超过50多位党内成员辞职逼宫 强生逃脱派对门 不信任投票危机后 天天力挺乌克兰给予军援凭外交 似乎是为了转移众人焦点 掩盖国内通膨率 逼近二位数创历史新高的事实 不过强生最后也不敌保守党员抗议 请辞党和职位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上任前 以亲民的凡人形象意外胜选 没想到短短三年之间 却因为处理国内野火 以及新冠疫情不当流失民意 更惨的是他在2022选前积极抗中 试图一次挽回民意 最终却还是败选收尾 大国领袖国内问题搞不定 却有空处处针对大陆 意图用艇屋转移国民焦点 最后失去民心 一连串巧合也让人担忧 带头抗中艇屋的拜登 面对国内通膨油价严峻 抢职安全没有解药 最后又会落入什么下场 记者综合报道 水神雾化器 好就是这台 它24小时呢 在我们这个环境的摄影棚里头 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空气当中的清销 我们现在水神雾化器呢 也有像这样迷你的 这么小台水神雾化器 请大家呢 上快点GO下单的时候呢 输入我的代码CTI588 会有折扣优惠